世界上有150多万种动物 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语言 它们通过肢体、表情、声音传递着重要的信息 小小的昆虫通过振翅跳着交流的舞蹈 茫茫的海上鲸鱼通过拍浪寻找伙伴 这些奇妙的语言构筑着世界美丽的生物家园 当然有些让人捧腹大笑 有些让人疑惑不解 甚至成为了我们日常交流的符号 这些奇妙的表情包和肢体语言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信息呢 这次我们来到美丽的避风峡自然保护区 探究这些表情包的真正含义 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位置就是美丽的避风峡自然保护区 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要来这里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大冒险 没错 本次冒险呢我们需要来研究一下动物的表情 打电话联系一下我们的任务发起人刘老师 好 电话通了 喂 刘老师 你好你好 我们是这个通区某些组练 我们直接给你联系过 你这次给我们的啥子征服呢 警局他进远区的话需要乘坐观光车 你们需要在车上和四字老虎黑熊做一个自拍 好吧 老师没问题 第一站先出发猛兽区 一来就那么猛吗 走吧 这个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我想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们坐在呢 这个一台非常厉害的车上 这个车呢会带我们进入到猛兽区 我们今天带了很多的 这个肉真的好新鲜啊 感觉烤几下这个蘸上那个调料就可以吃了 有了这些肉 所以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应该是很简单的 我觉得行 这个车越来越往这个林子里面伸入了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猛兽 谁谁谁 身后 身后看到没有 真的假的 这是啊 这这这这刚刚刚进来就这么猛 秀多饿呀 快快快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先把车停一下 我感觉我们现在车被围观了 哇他感觉很饿哎 看他会不会跳起来 哦然后看我能不能拍到啊 不行他要站高一点 他可以站高一点吗 他现在整个脸露不出来 哎呀怎么办 他虽然在边上但是想合影很麻烦 哎哎哎哎哎看一眼看一眼我们 你看哎看我看我看我大鱼 我拿一次很好 哎这一下太把美了 非常棒 好了 那么熊呢我们也已经拍到了 好下一个猛兽前进吧 走吧 那边 蛇子吗 感觉他已经闻到肉的味道了 他来了 他来了 这里这里这里 你看镜头 哦啊来了来了 你看镜头 看镜头 啊 等一下等一下 他你给他吃啊 给他吃啦给他吃了 给他吃了 哦他吃完了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高一点的 对对对对 这个好拍一点好拍一点 我看了 看镜头 看镜头 好像这个镜头不错 哎 完了 错过了 错过了 你刚刚没有看镜头 快点 来来来 继续 来 三 二 一 中 来 三 二 一 中 Hello 出这边 给他 看我 看我 哎呀 走了 你就不能看着镜头 然后操作吗 你非得用眼睛 因为我不想错过 他的那个咬合的动作 这太呆萌了 没关系 我们不是过来玩的 我们要完成任务的 那我们往前面开吧 好不好 也可以 也可以 往前面开一下 也可以 也可以 东北虎 东北虎 哇 他的眼神真的是 你虎虎单单的把我们不忘着 我的天 哇 哇 我们去到目前周固继续 卖极拼色 护挤书包 缤纷时尚 护挤至上 那我们往前面开吧 好不好 也可以 也可以 往前面开一下 也可以 也可以 东北虎 东北虎 哇 他的眼神真的是 虎虎单单的把我们不忘着 我的天 哇 哇 看到没有 哇 看到没有 哇 好凶 把子感觉都要贴到我脸上了 哇 太凶了 哇 这只好大 哇 这有点吓人了 哎 他的脑袋敌我们两个大 哇 你看这个牙 你看这个牙 我的天 你看这个牙 我的天 你看这个牙 我的天 是吧 那为什么只拍我 我现在比较好直观镜头啊 不行啊 我得拍两个 大哥 快 快 在被猛兽包围的惊慌中 我们完成了刘老师发布的第一个任务 和避风侠的野生动物们初次接触后 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任务充满期待 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找到了这次任务发起人 刘老师 刚才虽然完成得很不错 现在才开始进行正式的挑战嘛 准备好了吗 没事 我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嘛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通过动物的表情包 动物的表情包 和它的肢体语言 我们来解读它的含义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个任务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三肖 也叫鬼脸沸沸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动作 让它敬礼 对 第二个任务 大象 大象 然后看它的鼻子 通过你们的方式 然后让它完成这个摆鼻子的这个动作 哦 好的 好的 大象摆鼻子 好的 那这个先交给我吧 梅花鹿 你们就需要让梅花鹿做这个鞠躬的动作 只要是通过自己的方式上它鞠躬就可以 对 然后最后一个两只小小猫 哇 这明显就是打招呼嘛 这个动作应该不简单 好 那我就把这四个任务卡呢 放进你的麦脊拼色护脊书包里面 好的 哇 真的好轻便 好能装 而且呢 这个护脊的设计呢 背起来非常的舒适 轻松 是的 背起来非常的舒服 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吧 好的 走喽 在接到这四个表情包的任务后 我们决定先从我和大鱼都没有见过的山霄入手 山霄会是什么情况下敬礼呢 对于这种我们不了解的灵长类动物 我和大鱼都不太有自信 但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群可爱的黑帽悬猴 我们决定先和它们相处相处 在同样是灵长类动物的黑帽悬猴身上 尝试找到接近山霄的办法 好可爱哦 你看我可以搂着它 我完全可以搂着它一起拍个照片也不成问题 这么亲近的这个黑帽悬猴 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互动起来 可以给你们一个小任务 可以你们试着跟它们握一下手 如果连这种盒子都不配合你 那那个山霄更加不会配合 更加不会配合 我打提了你一脚 我劝你对我友好一点 先搞好关系吧好不好老师 那我们现在去来一点食物 先跟它们互动一下 互食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 朋友们 核桃 核桃这么坚硬的这个食物 这个 这个 它就拿走了 它直接上到我的肩膀上 刚刚是哪一只拿了 我们想看一下它怎么吃的 在后面那里 正在砸核桃 它就砸 很用力地砸 它还没砸开 还没砸开 它可能还要再砸 天呐 摩擦 各种方式 对 然后两只手抱着 然后在那个 我们的台阶上面砸 到处砸 看来吃这个核桃也不容易 但是这样子 这个核桃这么坚硬的话 只有大猴子可以吃得动 小猴子也吃不动的吧 不一定 你可以试一试 最小的 在那里 宅宅 就它是吧 就这个 那我试一下 你给它一颗 你给它一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要怎么吃 小猴子 力气肯定没有那么大 对吧 它来了 找了一个最坚硬的地方 它找的是一块 被想了 它爸爸来了 这个是猴王 宅宅 那是我们这里猴王的大儿子 以后需要制成猴王的王位的 咬不开 这样 因为我们的李老师呢 对我们这些猴子都非常了解 是的 你挑一个就是 你感觉这个里面 力气最大的一只 最大的那就是猴王 猴王 对 猴王叫霸王 那我们试下 把猴王叫过来好不好 来 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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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霸王 快来 在那里面 在他们的小房间里面 在这个房间 对 它应该很聪明对不对 对 非常聪明 我们可以跟它 它就是完成一些交易之类的嘛 比如说我给你吃的 你跟我握手 是吧 是吧 我开心 试试看 试试看 猴王来了 猴王来了 给它核桃 核桃 来 猴王 猴王 来 这样子 这样子 你吃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两个握一个手 好不好 来 来 先握手 先握手 对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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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你吃 好 完成了 那我来一个 握手 你要能发现 看到你手里面的食物 对 诶 等一下 诶 完了 握手 握手 握个手 宅宅 宅宅握手 宅宅 握手 握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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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成功了 黑帽悬猴的活泼可爱 让我们对于山霄的任务 信心大增 我们也在饲养员的口中 了解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所以既然可以用食物 去让它们做出这种行为的话 那山霄这个动作 可能也会通过一些食物的引诱 让它们做到 山霄我们可以跟它握手吗 握手不行 山霄其实是我们最凶母的一种猴可乐 而且它脸部的颜色越鲜艳的话 那么它在他们那个家族里面的话 等级就会越高 就会越凶猛 而且它一只成年雄性的山霄 它的体型可以跟我们的一只狮子 进行一个比拟 哇 那就算是猛兽级别了 哎 差不多吧 那你像山霄它脸上颜色越鲜艳的话 就越厉害 我觉得这是一个线索 我们通过视觉的方式 给它一种威胁威严感 没错了 可以 我们这一次就来一个无接触完成任务 好吧 那你想怎么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刚才老师不是说吗 这个脸谱的颜色越鲜艳就越厉害 那我们就把脸上 不不 你想都别想 我跟你说 你自己来 我觉得行 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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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收起了老师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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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了吧 哎我看看 怎么样怎么样 哎不行我觉得还要再补两笔 来来来来来 我觉得你也是 哎呀你别动 你别动 你看看我觉得你这边还差两笔 来来来来来来 哎对对对 等一下好看吗 好看 我觉得可以非常像那个山霄 哎是的是的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的表情吧 我都觉得神清气爽 现在瞬间就觉得那个山霄啊 甘拜下风了 哎是的 你知道啊 因为老师呢刚刚跟我们说呢 山霄呢是年老的山霄脸上才是白色比较多 嗯 所以呢 所以我们呢想要证明我们是壮年的 好走吧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呃 走吧 山霄 我是来挑战你的 山霄一般是怎么叫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语言人派3 看过啊 看过啊 就跟那个叫声特别像 他来了 他来了 真的过来了 过来了 过来了 动作大一点 好累 他是看着我们的对吧 他看着我们 他的表情是惊讶惊恐还是尊敬 我觉得他的表情是 尊敬 无语 哈哈哈哈哈哈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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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应我们了 回应的是那个磁性的那个小的 先把手放下然后一起 二一 哼 哼 哼 有反应了 有反应有反应 我们在交流 哼 一直都是那个母的对我们有反应 一直都是那个母的对我们有反应 对 因为你们画的是雄性的妆容嘛 哦 这样子 哦 难道是这样 那那个雄性现在应该觉得很有危机感 我们画的是蓝色的脸 他是白色的脸 他老 对啊 然后他随着一直就盯着你们呢 我们在在嘲讽那个公猴子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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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生气了 他要生气了 一个人试试看 因为两个人他二打一他心里没有 没有数你知道吗 我下来一号选手 嗯 嗯 嗯 他刚才摆头了 要生气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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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太棒了 其实也是我们脸的颜色 对哦 跟你的比较像 我们画在脸上的脸谱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鲜艳的颜色 成功地引起了山霄的注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猴磕灵长类动物 唯一的天敌就是花豹 而花豹也只敢欺负未成年的山霄 所以它们反而对颜色 更加鲜艳的铜类警惕性更高 而我们让山霄误以为是侵入领地的铜类 领地意识极强的它们 保护自己的武器 就是尖锐的长牙和强壮的手臂 它的敬礼实则是在展示自己的力量 意图撤退我们这个入侵者 接下来的任务依旧会如此顺利吗 大象甩鼻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想让大象甩鼻子 我们要想个办法 怎么样才能让它甩起来 你不是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大象洗澡 不就是洗了水 然后天上喷 不就甩鼻子吗 是不是 它喷完了之后鼻子里还有一点水 它还把它甩出去 好吧 跟水有关系 应该就能够让鼻子拽起来了 对 走吧 对 太简单了 我们找到大象的饲养员 决定给大象洗个澡 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能抓拍到大象甩鼻的表情包 可以吧 那我们就一起去 好 好 记得看水鼻子吧 好 哇我还是头一遭啊 这么近距离的看大象 大象的嘴原来长这样 它的舌头好长啊 它叫什么名字啊 果扎 果扎 嘿果扎 你好啊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果扎你的鼻子下面可是得洗了 有点脏啊 我们帮你洗一洗好不好 果扎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哦 如果是你觉得舒服的话 你就要甩一下你的鼻子好不好 很好 给它洗一下吧 好不好 可以 哎 等了 你这鼻子真得洗了 上面都结痂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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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看 你洗完之后你的颜色才好看 你本来是黑白的 哈哈哈哈 哥 好 跳起来 跳起来 啊 给他一个 对 你看你 你得 你得稳住他 你不能让他老是躲我 稳住 稳住 慢点啊 慢点 哎呀这个姿势很好 哎呦我叫好大 哎呦我叫好大 哎呦 对对 保持住了大元 好 你快呀 我快撑不住了 等一下 没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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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劲他 你拔不过他是不是 拔不过 他的那个力量还蛮大的 是吧 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洗的差不多了啊 主要是要让这个 他的鼻子转动起来 就想个办法 这样 我现在呢 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指挥家 好 好吧 可以 来感受一下 左边 左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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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李老师 大象还有别的活动吗 平时 因为我们可以给他搞一个食物捉迷藏的 让他去寻找食物 寻找食物 寻找食物 在给大象洗澡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我们期待中的甩敌动作 我们也了解到饲养员平时会和大象玩一种叫做食物捉迷藏的寻宝游戏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成功的让大象甩起鼻子 这里就是我们大象捉迷藏的地方了 哇 好宽阔啊 这块地方是有点大哈 老师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大象捉迷藏的食物呢已经放在了麦吉拉杆箱里面了 虽然这个麦吉拉杆箱看起来小小的很可爱 但是呢很能装 来 哇 你看你们装了这么多东西 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用品呢也都是可以装得下的 而且小朋友在用麦吉拉杆箱的时候呢 还可以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呀 生活自理能力呀 以及整理能力呀 从小就可以培养 没错 特别棒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找找地方把它藏起来 老师你一般藏哪里 我们藏在这旁边 这后面都可以 好吧 老师那我们开始藏了 好 现在可以开始了 来吧 这有轮胎呀 我们放在轮胎里吧 你在场地里面准备这个轮胎是干什么 因为大家呢 平时就没有陪他玩 给他准备的玩具 玩具呀 那怎么玩这个玩具啊 他用鼻子卷起来甩呀 他的鼻子可以把这个轮胎 卷起来啊 说明他的鼻子是很灵活的 所以我们想看到他那个甩鼻子的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呢 现在我们把这些食物啊 都放在这个轮胎里面藏起来 是非常正确的 他吃完这些刮果蔬菜 兴奋了 一兴奋就会甩这个轮胎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大象出来捉迷藏 我们赶紧走 好吧 拖起来 走 走 走 哇 哇 它的这个牙齿 这一只好大呀 对呀 哇 你看它下楼梯的那个步伐 每一次每一脚都踩在一个阶梯上面 非常的稳 他没有一上来就冲着食物过去 他先去他洗澡的那个泳池 他在找什么 他寻找他的东西 每天我们都会来让你给他放东西 今天的位置调换了 变了 哦 他回去了 别别别 哎 怎么就智能而退了呢 他可能觉得今天没什么收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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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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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了 好了 回归到吃东西的主题 他在用他的鼻子的味 你看你看他直直奔着那个香蕉去了 他已经找到了这个位置了 哎 试了 就实际上 其实我们观察他的眼睛啊 完全没有低下来看那个轮胎里面的食物 他也看不着啊 他完全是靠他的鼻子 大家的嗅觉很灵敏的 他一般能闻到十几公里外的气味 十几公里 也太酷了吧 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甩鼻子啊 他朝着我们社羡老师那边去了 哈 老师他在干嘛 他可能是想跟他不动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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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老师喷水玩啊 啊 啊 太好玩了 哈哈 哈哈 哦他也开始吃东西了 这是南瓜哎 感感觉像我们啃了一根黄瓜你知道 对 就是那种嘎嘎嘣脆的 哎 就就这么吃了 这大象的胃有多大 他们每天吃多少东西啊 大象 每天一头大象能吃300多斤 这么多斤 300多斤 我们刚才给他 猪鱼藏起的食物肯定是不够的嘛 是的 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甩鼻子啊 转身 对对对 转转转 他向我们走过来了 哇 他闻到了 呼呼 哦 是可以这样味道他的 哦 是可以这样味道他的 甩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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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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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啊他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完成了 完成任务了 可以回去交任务 原来大象长长的鼻子 鞠躬的动作又难倒了我们 那你觉得这个鹿为什么会鞠躬呢 感激 比如说感谢感谢 谢谢谢谢谢谢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鹿能不能给对我们表示这种感谢 好吧 走 我们先跟他鞠躬吧 好不好 我们先跟他鞠躬 然后看他会不会回一个公子鞠躬一晚 321你好 你好 步步转睛 再来一次 321 你好 有一种非常尴尬 有一种尴尬的气氛 饲养员在那里扫地 哦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去问饲养员吧 哎 你好 啊 你好 你好 这一群鹿是你养的吗 啊 对啊 我们觉得这个鹿很可爱 对 有什么可以就是帮到他们的事情没 我们做一做 帮到他们吗 表示一下友好 那要不这样吧 刚好我们有一只母鹿生病了 嗯 这几天呢正准备给他处理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的人手比较紧张 你们来了来正当可以帮我们通知一下帮手 很可以啊 当然我们非常愿意做 但是这个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 这边 嗯 我会通知我们的受益人员 这边过来亲手操作 你们帮我们搭把手就好了 好 没问题可以的 那好 我通知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好好 过来吧 我们受益已经到了 我受益到了 那哪一只需要我们给他稍微的治疗一下呢 那是那后面那一只 嗯 哦哦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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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确有点肿 就是那只 看到没有 我看到了 他肿了 他右边的脸上是被蜜蜂遮了一样 他这个其实是能归性的那种方色菌感染 发炎了 呃 类似于那种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呃 特制的那种推针来进行远距离的一个注射药物 我们在专业兽医的指导下 使用特制道具 让梅花露在镇定的情况下进行治疗 呃 那他就是插到这个肉上的时候 他是会自动推药进去吗 对 这个皮筋带动这个活塞就往上推 他药就进去了 哇 哦 都有画面感了 但现在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射中 要吹中 要吹中那个脸骨的 我们现在不要妨碍到老师 嘿嘿朋友 嘿嘿朋友 现在唯独就是我们要找的这只在跑 他现在躲着了 现在呢 陆琴呢 他像已经知道要吹他了 他现在被人墙挡住了 他在这里面 真好弄啊 他可以 开门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现在的话就是 我先要配麻药 要把它麻醉了以后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资料 麻药 这只母鹿患有放现菌感染的病症 影响进食 需尽早治疗 但是这个鹿这么灵敏的话 你怎么能够 吹管吗 是那样吹吗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 对这种不能接触的动物 一般我们就用这种吹管 然后用那种专制特制的那种 吹针来进行远距离的一个注射药物 我们在专业兽医的指导下 是用特制道具 让梅花鹿在镇定的情况下进行治疗 那它就是插到这个肉上的时候 它是会自动推药进去吗 对 这个皮筋带动这个活塞就往上推 它药就进去了 哇哦 都有画面感了 但现在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射中 要吹中 要吹中那个连鼓的 啊 我们现在不要妨碍到老师 嘿嘿朋友 嘿嘿朋友 现在唯独就是我们要找的这只在跑 它现在躲着了 现在呢路群呢 好像已经知道要吹它了 它现在被人墙挡住了 哈哈哈哈 他在这里面这不好弄啊 我说唇装了 我说唇装了 唇装了 你看他的状态 他的眼神已经感觉有点迷离了 是的 有点逼起来了 对 有点想逼下来了 好 那我们就赶紧要备药 快点快 麻醉的药量 经过专业兽医的精准控制 所以时间有限 我们需要在没发露醒来之前 尽快配药完成治疗 你们去看一下他的那个眼睛 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眼睛的情况 然后顺便可以帮忙把那个舌头拔出来 乖 我们看一下舌头有没有被咬住 不要刺激他 没有 没咬住 现在怎么样拉他 眼睛是睁着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 他现在只是麻醉的 但是其实他是有意思的 他现在是有意思的 老师为什么要让我把他的舌头给拉出来 因为麻醉了以后 他的那个肌肉会失去作用 然后舌头容易堵住他的咽喉部的气管 容易窒息 你们帮我给他消一下毒 加进去了 一会儿你就健康了 你的脸就不会肿不会痛了 好 那么现在已经注射完毕 既然药已经打完了 这个麻醉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给他打那个苏醒的药物了 让他休息一下 缓一下 他就自己会慢慢站起来的 这么神奇 对 那么就好了 哎呦 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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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 差不多要起来了 我们稍微往后面退一点 好好好 站起来了 现在就是麻醉醒了以后的一个状态 就是稍微有一点偏偏倒倒的 他还要再缓一下 然后才能够完完全全地醒过来 好 现在的好消息是梅花鹿已经醒了 而且这个药打进去之后 相信他的病也是可以会有所好转的 一定会的 这个鹿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友好了 对不对 对 那就是以礼相待的话 他有可能就会给我们鞠躬了 嗯 来吧 小鹿 要不要对我们表示一下感谢啊 表示一下 我们不需要别的 只需要有一些礼节上的表示就可以了 小鹿 小鹿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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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吧 我们还是去找一下鹿妈妈 看她有什么妈妈 是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让她跟我们鞠躬有点为难她了 是的 行吧 走吧走吧 所谓只子莫若母 我们其实是想看到鹿鞠躬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就想做一些事情让她感谢我们 就看可不可以鞠躬 你有见过鹿鞠躬吗 之前有看到她鞠躬 那是在游客带着那种鹿脚的发枯的头 情况下她才会鞠躬 那我们也整一个 我们也整一个 他有反应 鞠躬了 鞠躬了 你好 好棒哦 考核成功了 是的 鹿角才是任务关键所在 鹿角代表着鹿的力量 我们带上鹿角做出低头俯身的动作 在梅花鹿看来是一种挑衅 意图侵犯他们的领地 所以他们的回礼并不是因为感谢 而是在回应我们的挑衅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任务了 那就是可爱的小熊猫 我和大鱼来到了小熊猫的行为训练基地 我们去找小熊猫吧 就这里就这里 这个就是小熊猫哦 这个动作跟那个站起来拥抱 有点像了 有点像了 很接近了 老师啊 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行为训练吗 他们进来的时候要小心点 它这个最是比较胆小的动物 那我们就得小心翼翼一点 对对对 这个就是小熊猫 等一下 我觉得它好像有被我们这个新生的人吓到了 对对对 有点惊吓 对 没事的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可以试一下喂它吗 可以 可以 动作比较轻一点 一个一个的动作比较轻一点 慢慢慢慢 你蹲下来 别让它觉得你很大 对对对 它只能过来 对对对 你乖瞧我 还要闻一下 先闻一下 哦 他看了你 好温柔哦 他还会拿手抓的是 老师为什么要训练它站立啊 因为它站立是锻炼它尾巴 因为它现在还小嘛 就是锻炼它尾巴的力量 哦 它尾巴是需要用立成的 对对 它自身 自身 对对你看 哦 真的 哎 很棒 它尾巴需要自身 需要掌握平衡的 哎 老师啊 它除了会站立的话 一般还会训练它什么呢 训练它握手 为什么要训练这些东西 有这个病的时候 它不排除我们这个跟它之间的那个关系 哦 哦 现在新人我们跟它之间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哦 哦 明白了 就是 都是有作用的 这个小熊猫 它如果是跟人越来越亲近的话就会很信任人 它就不至于那么的敏感了 在给它做治疗的时候方便一点点 老师但是我们想看这个 我们以前看到有那种网上的图片啊 哎 对 你看我包里啊 有一个 这个小熊猫的图片 老师你看一下 就是这张图片 这个是两 两只小熊猫在 相互打架 觉得说你也要攻击 我也要攻击你的时候 它在这边了 就是 就是威慑对方的动作 哦 它不是拥抱 不是 不是 它要威慑对方 不是友好啊 你看两个在 在在那个 站起来的时候 你也不服我 我也不服你 两个站起来 比自己的那个强壮好 那个熊似的 哦 在秀肌肉 对 对 对 终于大冒险 稍后继续 他不是拥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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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威慑对方 不是友好啊 你看两个在 在在那个 站起来的时候 你也不服我 我也不服你 两个站起来 比自己的那个 强壮好 那个熊似的 哦 在秀肌肉 对对对对 可是他这个威慑 太萌了一点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看起来 很呆萌 太萌了 这张照片的这个动作 我们还能拍得出来吗 一般这个 不怎么能拍得到 因为他这个是在 这个应急反应的时候 才能够 做出这种动作 所以说这个 要拍得到很难 所以我们其实是 误解了这张照片 对吧 我们觉得他其实是 很可爱很温柔 这样一个很友好的状态 其实不是 哦 所以现在 我们是没有办法 看到这个动作 意思就是说 这个考核失败了 没关系了 我们也没必要 就是非要得 让他进入一个 应急的状态 去看这个 那个萌的姿势 在我们看来 萌萌的小熊猫拥抱 实际上 是他们的应急反应 在感受到危险和恐吓时 他们会站起身 张开双臂 让自己看起来 更加高大 以此达到 保护自己的目的 网络流传的 这些动物表情包 看似可爱 却造成了我们 对他们行为的 诸多误解 虽然我觉得 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但是至少我们了解了 这个照片背后 真实的这个真相 对吧 我们明白 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表情包了 是的 学到了新的知识 也不错 走吧 野生动物们 经过长期的演化 已经形成 各自独特的交流方式 在对他们了解 不深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模仿 在保护他们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我觉得我们也就 一个任务没有完成而已 何必那么沮丧呢 这个没完成 我是预料之中 一点都不意外 那你还跟我们 布置这个任务干什么 要让你们了解 这个照片后面的意义 这个任务后面的意义 这很重要 是的 刘老师用意呢 我们明白 因为这张照片 小熊猫的这个姿势呢 其实在网络上 是非常流行的 对 大家呢 对这个动作 非常的熟知 但是呢 并不一定知道 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对 包括我们一开始 都以为 照片上的每一个行动 表情都是很可爱的 就是动物都是很友好的 其实是有 另一种意思存在的 所以动物们的语言 他们的表情 包括背后藏着的意思呢 不能按我们想当然的 人类的思维去想 那一定要多多地 去聊写这些动物 才能够真正地 跟自然界的这些动物们呢 可以顺利地交流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本次 大冒险非常的有意义 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通过这次挑战 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 每个动物 包括野生动物 或者家养动物的 它的表情 肢体语言 后面所包含的意义 我们了解的越多 我们保护它们的时候 能做的就更多 所以呢 我们也要多多地去 补习一些这些知识 是的 这样呢 才可以跟我们的动物呢 和谐友好的相处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营造的 好了 这一次呢 我们同区大冒险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的成功 让我们下一次 再一起冒险吧 上千年前 人类从动物竹水草而居的 迁徙习惯中 获得灵感 开始了游牧 而随着农耕文明 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 游牧正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 而至今生活在新疆 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牧民 因为沿袭着曾经的游牧文化 和饮食习惯 被称为最后一支纯正的游牧民族 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冬季转场 同区冒险组将跟随向导阿来 深入阿勒泰冬季牧区 探寻游牧文化的踪迹 那是我们这有一个脑海风 脑海风刮起来的时候 能见度特别低 会有交通关支那种情况出现 这写了一个风吹雪的路段 这个名字还挺浪漫的 风吹雪 我们现在要给这些羊做标记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你也太轻松了吧 就是他 他没讲 我看你怎么抓 你真的很厉害 我牵着帽 所以你是 你现在要去取经了 取什么经呢 取这个牧羊经 哎 哎 别禁了别禁了 我牵着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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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牵着帽子